我們先來看看現在外面的氣溫 剛才我們上一節看到的 台北新竹是16度 你現在發現沒有 新竹掉了15度 冷空氣更長的下來了 最冷的地方還是在淡水14.6度 也是在往下掉的一個感覺 所以要提醒了 北部跟東北部的觀眾朋友 今天一整天外面的溫度 大概就跟現在外面差不多 不太會升起來了 所以跟昨天比起來降了6度 該戴外套的該戴魚具的 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 中南部地區的溫度 現在大概你看19度左右 20度左右 但其實跟昨天比起來 其實不會差太多白天高溫的部分 所以中南部今天白天 相對還是稍微比較舒適一些的 再來我們就要看看這個衛星雲圖囉 你說下雨 為什麼下呢 整片的華南雲雨區一直移出來 就會把水氣一直帶出來 再加上北邊的冷空氣 冷氣團南下 就把水氣又再往南壓 所以現在狀況看起來 雖然是在北部宜蘭下雨比較明顯 但隨著這個水氣逐漸的 被冷空氣壓下來 大概中午開始 中部地區也要開始下了 南部地區是晚一點點 到晚上之後降雨機率也都增加了 所以全台都要帶雨具 而未來的這兩天週休假 其實星期六星期天 這個水氣一直都還會持續在 雖然說不至於會下滂沱大雨 因為你從這個色調也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它的那個量值不是說特別的高 但是會下不停啦 就是一整天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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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預計一定要記得 但最快要從星期天燒完之後 星期一 好 才會水氣比較轉乾 但是還是會持續是冷的情況 因為北邊的冷空氣這一波 看起來會持續影響到 起碼要到下個星期二喔 那再來我們就要看看 整個氣溫的走勢的部分了 首先在北部地區 我剛剛提到了 今天白天頂多就17度 頂多17度 那現在16度其實差不多的一定要注意 而且在低溫的部分 今天夜裡頭14度 明天星期六星期天 一直到下個星期一星期二 其實你看整個北部的低溫 都掛在13度左右 甚至還有可能再更低一些些 尤其一些沿海空曠地區 有風的情況底下一定要注意 那在高溫的部分 其實也都不高17度 白天高溫17度18度 要到星期二之後 才有機會回到20度 這樣的一個水準 所以其實冷的感覺會一直持續 這幾天 前面這幾天 前三天是濕冷 後面就開始比較轉 感冷囉 提醒大家保暖很重的要 要再來除了北部 南部這一次 溫度其實掉的也滿明顯的 低溫的部分 你看一直到下個星期四 都會維持在14度 因為其實南部地區 除了前幾天是 真的是冷氣團的影響之外 後面會有一些輻射冷卻 低溫都是低 但是高溫的部分 你要注意星期六星期天 其實大概也只有20度 特別星期天 21度而已 都不是說特別的高的 要到後面 氣溫才會再回起來 所以南部地區這一波 也會很有感 而且其實也是濕冷 今天晚一點 這個雨勢也會開始下 那再來 生活指數要帶大家看的是什麼呢 就是今天晚上的約會指數 今天星期五了 很多人晚上通常都會有一些活動 那提醒大家 北部地區 你看外套 剛剛我們提到 雨溶液也好 大液也好 外套指數四 因為真的今天是 越晚越冷 越晚越濕 雨具更是一定要帶 因為北部降雨機率是最高的 中部地區我剛剛提到 下半天開始也要下了 雨傘也要帶 其實南部到了晚上也有雨 如果你是要比較晚回家的 中南部 當然雨具也是要帶 那在外套的部分 我們地檢 中部地區其實也是冷 外套指數三 雲加南二 高屏是一件 其實東北部跟北部的狀況 是差不多的 都是濕冷的 所以指數都是高 一定要注意 除了這個 我們約會要穿漂亮的外套 要帶雨傘之外 今天口罩也不能少了 因為特別是在雲加南高屏 還是都是橘色 紅色這些 很糟糕的等級 北部中部現在因為 有一些路上強風特爆的狀況 一些風進來了 稍微有吹散一些些了 稍微回穩一點了 但是雲加南跟高屏 空氣品質還是差的 一定要留意 這一波的冷 大概目前看起來 是入冬以來最有感覺的濕冷 因為前面幾波 都是比較偏乾冷的狀況 所以呢 這個週休假期 你的活動安排 你要特別調整一下了 還有溫度變化大 一定要留意自己身體的狀況 希望大家能夠健健康康 都不要感冒 然後呢 溫溫暖暖的過完這個週休假期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